《真實、無私、清靜、無然的愛護一切》 大慈大悲也 信得圓滿透露 這是入這個境界 你要不侵入這個境界 信得如何圓滿現象呢? 眾生讀者 這個眾生是極樂世界的菩薩 他們有一些功夫到家 哪些人實報莊嚴圖往生 這是功夫到家見到了 同知途方便途無名媚婆 但是對阿彌陀佛本月微神加持 也跟這些大菩薩一樣地見到了 西方世界之可貴 西方世界之值得祝福如來讚嘆 不是實報莊嚴圖 是凡神通知途 一切住佛察土裡的凡神通不能比 我們現在居住的 一切住佛察土裡的凡神通 一切住佛智慧 神通道理都相同 為什麼釋迦摩尼佛不把現在的凡神通知途 變成像極樂世界一樣呢? 我想應該有不少人會提出這個問題來 這問題要問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也會答問你 阿彌陀佛他的凡神通知途 跟祝福察土不一樣 裡頭有個重要的因素 凡神通知途裡面的眾生聽話了 跟阿彌陀佛合作 所以那個凡神通知途 不過不亞於社報莊淨圖 那釋迦摩尼佛也會說 你們跟我不合作嗎? 那什麼法子呢? 你們也肯跟我合作 肯聽話 我們這個淨圖也能轉變跟極樂世界一樣 佛講得不錯 我同意 我同意 為什麼呢? 一爆隨著正爆轉 西方國土是一爆 正爆是人心的 反而是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人 都是念佛去的 都是服煩惱去的 念佛功夫得力 扶住煩惱去的 那釋迦摩尼佛會問問 我們 我們的凡神通知途 你們是念什麼來的? 你們不是念佛來往生的 你們不是念佛來往生的 過去生中 念無界十善來往生的 因地不同 古報就不一樣 不是釋迦摩尼佛做不到 釋迦摩尼佛確實能做到 那我們今天想想 細心想想 不學佛的人 當然跟釋迦摩尼佛完全不合作 心形都跟佛的教誨相違背 那我們再看 我們是三寶弟子 甚至於出了家了 都受了三壇大街了 我們跟釋迦摩尼佛合作過沒有問題 佛在經上跟我們的教誨 我們做到多少? 所以 這個答案不就出來了嗎? 什麼原因呢? 不合作嗎? 於是在新隱形社會 對我們最重要的一部經典 當然 這是《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 介紹西方極樂世界 我們果然生起祥王之心 這就是發菩提心的 對 對